我们已经快到退休的年纪了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我们 坦白说能省则省 如何在省钱的过程当中 又可以把你的日子过得快乐呢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在省钱的过程当中 各位你千万别省错哦 有一些动作你以为在省钱 事实上你正在花大钱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u老师 在影片开始之前 先关注我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我们最新上一篇的通知哦 对了对了 最近老师为了要跟大家 能够更密切的一些互动 特别开放了这个粉丝专页 也就是我们的FB 在我们的这个影片说明的部分 有一个可以连结的 各位点进去 一旦我们成为好友之后 有任何的问题 跟很多需要我们一起来聊聊 甚至有一些我的生活点滴 还有一些好康的都在里面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FB粉丝专页哦 到我们这个退休年纪 当然说能省则省哈 因为省下来的钱 会让我们更有一些安全感 那坦白讲 在退休之后 我们必须要降低一些期待值 或者是一些消费的欲望 日子也会过得更加简单一点点 但是以下有五个省钱的动作 各位你千万别做 因为你会越省越穷 首先第一个 搞错顺序 因小失大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老人家很奇怪 他们在吃水果的时候 通常先吃一些坏掉的 然后再来去吃好的 那你知道吗 水果好的时候不吃 硬是吃坏掉的 对 你身体好吗 甚至有些老人家 他吃饭也习惯 都先把昨天的剩饭剩菜先吃一吃 又不煮新鲜的 各位你每天都吃这些剩下的 你认为你的身体会好吗 一旦如果你身体不好 吃的东西不好 身体的抵抗力弱 一旦有任何的疾病产生 你想想看 看医生的钱 要不要花了更多 时间要不要更浪费 这是不是因小失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顺序 真的千万不要搞错了 跟有一些人 他们心里想 哎呀在退休了 希望从事一些环保的工作 去收一些纸箱 你会发现 有时候收回那些纸箱 一个纸箱可能只几十块 但是你却用几十万 一瓶的地方来放着它 那到底赚还是赔 你想想看 其实当我们今天退休的时候 我们要的就是一些愉快的空间 所以为什么讲断舍离呢 把一些不要的东西都要去掉 让自己更快清新 那你还到处这里捡 那里捡 这也不舍得 那里不舍得丢 然后把家里这么贵的一瓶 都拿来去摆放这些废物 各位你想想看 这是划算还是不划算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那甚至有些人省钱 比如说在加油的时候 只要听到说明天可能会涨价 你会发现 哇 大排长龙去那边加营 各位 想想看有必要吗 今天加完 过几天是不是还得加 你不管怎么样 因为通过膨胀 油价的上涨跟下跌 你总是会遇到的 每次只要有涨价 你就去排队 每次只要有涨价 就去排队 各位 我们真的有差那一点金钱吗 为了这一点金钱 浪费这些时间 花了那么多的体力 各位 你觉得划算吗 事实上各位 真的 在退休的我们 过一天少一天 把时间花到最美好的事情上面 干嘛要一定要花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道理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经常说的 因小失大 所以你把这个顺序搞错都不行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 任何东西省钱的过程 还是要注意一下 一些隐藏的成本 这些隐藏的成本 有时候你没有去计算 搞不好你省了那么一点点 花的东西会更多 第二 将就消费 像现在因为景气不好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名牌 它的销售也不断的往下降 就有很多一些平价的产品 就会告诉你有很多的一些替代品 就叫平替品 比如说这个东西需要两万块 可能你用两千块就有类似的东西 你就可以拿这个包包 金钱好像很有道理 对不对 在我身上就经常是这样 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包包 我很喜欢 在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我去逛街的时候 就发现一些比较平价的东西 跟这个包包也挺像 我这个时候就会说服自己 其实你看那个几万块 这只要几千块 那就买这几千块就好了 可是各位我们真的没想过 因为我们真的爱的是几万块 还是几千块的 几万块 对你爱的还是他嘛 所以你会去买那个几千块 可是拿了两天之后 你就觉得 好像没有几万块好 对我个人的个性 你知道吗 我过几天又跑去买几万块了 当我买了几万块之后 请问一下这几千块还用吗 你要知道这样的东西有多少 所以你如果经常去想说 我退了求其次 可是你真正喜欢的 又是在那个地方 你这种将就对你有用吗 当你买到那么多东西 可能买到又用不到的东西 本来只是想要替代 结果后来没替代 又没有用到 这不是十之无畏 其实可惜吗 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多少 所以各位我们真的不要 因为我们买得起而去消费 而是真的我们要真心的 想要或者需要 我们再来买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很喜欢 但是我现在钱不够 我到底要买平替的呢 还是到时候我先省着钱 慢慢慢慢慢慢存 存到有钱的时候 再去买那个我想要的 后者 是不是后者比较OK 所以当你在存的过程当中 你也多一点时间来思考 也许你存到那个时候 你就觉得 好像这个东西也还好 所以各位真的 不要认为自己可以退额求其次 找到一些替代的东西 将就消费 绝对不会让你心得到满足 只会让你多花钱而已 这有没有道理 说道理 第三个 为了省钱 反而多出了额外的开销 什么意思 你看 其实有时候 我们为了想省停车费 就想说路边稍微停一下 大概去买个东西就OK了 或吃一碗面就好了 这时候往往你吃完出来之后 车不见了 被拖掉了 现在都不用拖掉了 现在随便跟你拍张照 600 700又不见了 一张罚单又没了 你本来只想省那几十块的停车费 可是却用 用了几百块的罚单去付 各位 你觉得划不划算 就像有时候我们去南部 或去中部开会 有时候想说坐高铁 其实这个高铁好像也是蛮贵的 一张票要几百块上千块 心里想还是开车去 但是你要知道 他又不想迟到 有时候一不小心油门一加 又超速了 一张又三千多块不见了 到底哪一个比较省 所以我们这要思考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为了一些 省钱 却得到一些额外的消费 这一点是一样 那就举例啊 像我前一阵子 突然对煮菜有兴趣 可是以前从来没有煮过菜 当你今天对煮菜有兴趣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采买 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叫做虎皮凤爪 我觉得很棒 谁叫虎皮呢 就是这凤爪 如果先拿去炸过之后 它那表皮就有点粗粗的 就像虎皮一样 再拿去卤 那口感很棒 我看到人家那个YouTube里面的介绍 我就想说可以去做 你一大早跑去买鸡脚 还得帮他捡支架 回来之后还要洗 还有很多油 什么柴米油盐酱酥茶 所有的这些东西好多 我花了好多钱就为了那道菜 然后一个早上花了时间在那 上次还更惨的是 因为我当去炸那个凤爪的时候 我忘记把水沥干了 哇 那个油啊很滚啊 我一直砰砰砰到处跳啊 哇 我自己吓死了 弹了自己身洗的都是伤 整个厨房弄得乱七八糟的 油油腻腻的 这真的是觉得蛮沮丧的 后来弄完之后因为火太大了 第一次煮不知道 结果又把它弄烧焦了 你知道吗 我这样折腾了一个早上 结果东西也不能吃 是不是挺浪费的 如果真的想吃的话 去餐厅点一盘 可能五十一百就吃掉了 干嘛何必浪费时间呢 如果今天我们是每天都要做餐 那就算了 如果你只是久久的 想到一个东西嘴馋 你要特别的去把它做出来 我要告诉各位 像你买的那些东西 可能买到用一次 可能摆的就过期了 有没有道理 所以还是一句话很好 出去吃比较省 真的还不用洗碗 不用收对不对 还没有厨余 这也就是为了想要省钱 而会多出了一些额外的消费 有没有道理 这看似省 事实上并不省 第四个 看似省钱 却还是在花钱 是什么呢 就是购买特价品 各位知道 几件事情 第一个促销 第二个特价 第三个周年庆 这几个字句 都有带毒粪 有没有发现 都让你感觉到 好像没有买就浪费了 其实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这个东西 你本来就有在用 你刚好东西也没了 这时候你正要需要 这时候你去买周年庆 因为他有打折 有做活动 这是省还是不省 这就是省钱 因为你本来要花的钱 却用比较少的金额去买到 这就省钱 但最怕是什么 原本想要去买五样东西 结果去到半天 买了十样回来 都不在这五样之内 因为你要知道 这些促销也好 这些活动 都会让你觉得 买的太亏了啦 你知道吗 一件五千多块的东西 价值买两千 要不要买 买啊 可是问题是 你那两千也是浪费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两千 根本就不在你预算之内 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啊 你只是因为当时的刺激 而就买进来了 其实啊多买不是因为便宜 而是我要告诉各位 没有使用到的东西 或摆在衣架里面 没有穿到衣服 那是最浪费的 这一点都要非常注意啊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哎呀我这便宜就多买 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 现在很多人出去逛街 都是捡便宜在买 回去家里看一看 那些打折的东西 有多少的标签到现在还没吃 这是节省还是浪费 浪费 这就是浪费了 第五个要到处这些婆妈妈要特别注意 不要在网站购买东西 为了要凑免运而去多买东西 你要知道这些生意人都非常聪明 你每次买的产品很奇怪 每次就差那几十块 才可以免运 这就是他们的技巧嘛 所以于是你就会挑一些不管紧要的 说反正不用运费 可是各位没有想到 你的不要运费 讲白一点 你可能花了几十块的运费 但是你却用几百块去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所以呢各位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 今天我们一定要想 你想任何东西差一点点就要补运费 差一点点就可以打八折 那这一点点一定要去补齐吗 我用了不用 有时候你就会在那个当下 被这样的折扣所吸引 去买了一些你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这一点一定要懂得理性消费 所以以上提醒这五点假动作啊 不要因为这些动作感觉上是很省钱 但确实是越花越多钱 越省越穷 要告诉各位 其实省钱必须要聪明而有效 不要被低价迷惑 不要盲目的购物 也不要浪费资源 更不要贪图小便宜 只有真正聪明的省钱行为 才能够去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 聪明消费 理性购物 才是真正能做到节省的原因 以上这五点 你有没有中招啊 如果有中招的 请在底下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不管有没有中招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的影片内容 对各位有没有帮助 记得 如果各位要跟Leo老师 多一点互动的话 麻烦各位要加入我们的FB哦 要成为我们的粉丝 我们才能够多一点互动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相信今天的影片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尽量我们尝给更多人知道 让大家能够省钱省得漂亮 聪明的生活 我们下支影片见 再见 拜拜 甚至有些卫生纸 也很多人都是排了 大概两三个小时 外面天气热得要死 然后好不容易拿到那个卫生纸 各位 我们真的有差那一点金钱吗 我们下支影片 我回订阅问过 你 感谢观看